如果拆掉的话 给人带去玩 这咋这个姑娘用来 那我真的要帮他 我们那个房子还 半斤人家要撤签 我估计会拍到三套房子 可以拍三套房子 大棚让蔬菜迷失了四季 洞签让宅院摸不到四肢 这些年房地产业如日冬天 一壮壮大楼拔起的同时 土地开始紧俏 越来越多的农田农房消失 因拆签一业报复的人层出不雄 今天参加乡亲的大哥 好像是听到了财富在敲门 等着拆签的房屋等于是判了刑 主家就等着执行的那一天发财 可到底是哪一天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生活上只能是厂打算短排 那么这位大哥是谁呢 张宝忠66岁 李懿现居住地得会室 退休金3300元 平房两间 一个女儿已成家 老实霸娇的张大哥 李懿恢复单身狗身份之后 按部就班的生活 没有过多的异性朋友来往 张大哥用事实来解释自己的老实本范 可是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人 能做到张大哥这样并非好事 因为无形当中缺少了正常的异性交往 对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 好在张大哥硬是硬着一颗铁石心肠 一尘不染低调的生活着 即便是要找老伴他的条件照样低调 张大哥除了实实在在过日子之外 对另一半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 这样就给红娘扩大了范围减小了难度 寻找其合适的人选就方便多了 很快勤俭持家温柔鲜惠的王大姐 成了与张大哥配对的首选 同样是离异的王大姐 多年前离婚后独自带两个孩子生活 受尽了艰辛受尽了折磨 现在孩子长大了 该出嫁的成了他人之习 该娶媳妇的成了他人之夫 家里就剩了一个孤苦伶仃的王大姐 等有了孙子被孩子 王大姐总算是找到些许的安慰 如果再婚 只要是对方不反对 还需要周末帮子女带带孩子 这等于是多了一个额外的条件 剩下的条件也很简单 一个人的人品 就像是计算机的软件 其他的身高外貌年龄都是硬件 没有人品好作为保障 再好的硬件也不是个好货色 这个画完音的小编休息会而霸 乡亲的主角都逗了 红娘郑重其事地重复着两人的名号 两人握手寒暄之后 这第一面也见到了 那么这二人的演员如何呢 谁会想到一桩美好的姻缘 差点被一副变色的眼镜给毁了 王大姐是明白了 态度也十分肯定 那就是相中了呗 剃头挑子的这一头是热了 那么张大哥对王大姐的感觉如何呢 可千万别落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咒语上 对我来讲这眼镜就算挺高的 我这你长相上都不太挑 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姨 那个对于你来说你是非常满意的是不是 那这是可以这么说 只在乎性别不在乎长相的张大哥 对于王大姐是十分满意的 既然是这样再往下落 可要主动点啊 等张大哥一开口才知道 他介绍的自己和现在的表现 完全是判若两人 张大哥不但很坚谈 说话也很有技巧 开口就是自我表扬 我这人知道关心人 这正是王大姐的七寸 他的前夫就是因为不会关心人下岗的 男人的粗心未必是真的就不在意 可是两口子的那些私密 第三人是不会理解的 现在的张大哥不仅会关心人 也很会疼人 知道王大姐有周末看孩子的担忧 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一下又是王大姐的七寸 张大哥是个有自知知名的人 长出短出欣慰和明镜似的 长出可以继续发扬 短出却是无法补偿 因为主动权不在这里 虽说世人没有吃不了的苦 也没有想不了的苦 但是生活质量已经上去了 再降低标准肯定会接受不了 已经习惯了高楼大厦的城市生活 再去住平房 反差也太大了 即便是主动适应 身体也会受不了 王大姐简短的反弯 就把现场的气氛弄得紧张起来 张大哥已是张口结舌 无言以对 动不动岂是张大哥说了算的 你让他如何回答呢 只能是顾左右而言他 张大哥的打算是租楼 好不容易说出来 实在是探王大姐的意思 其实人家王大姐 也是十大题懂道理的人 不会胡搅蛮缠 临时先住房住着 等动前的时候再回去 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也是一个除此之外 在无别路可走的无奈之选 张大哥见王大姐同意 再次启动他那条三寸不烂之舌 说话还是从自我表扬开始 张大哥高傲的望天自吹 表扬自己也不能漫无边境的胡来 会过日子的暖男型人才 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上上之选 可是王大姐她相信吗 暖男的具体表现 这就出来了 会干活多干活 疼老婆舍得花钱 张大哥说到这里 感觉还是差点劲 没说的赶紧上缴工资吧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热物件全用完了 王大姐说到毒品 把后面打扫卫生的环卫大哥吓了一跳 走了好几个来回 以判断这几个人是不是在做毒品交易 当看到现场摄像巨物一干人 听完解释明白是做相亲节目的 才放心的离开 此时的王大姐已经通过了对张大哥的考察 总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相比张大哥的慷慨 那些啥也舍不得给媳妇的人 在王大姐这里就没了视场 相亲到了这个时候 张大哥善于把握时机 不能只说自己的长处短处 还要示弱以取得对方的同情 张大哥一句话 得到了包括红娘在内所有人的认可 你可以啥都没有 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就足够了 小编隔着屏幕都闻到了浓浓的狗粮外 此时红娘也觉得该离开了 那就这样一夜 你俩先沟通着接触着 是看落啥场路 出去前面做夜挺好 我感觉我们真的有缘分 我是希望咱们能往前走一步 行 好了 再见了 怎么 红娘不管了 老司机这就开车去吗